出离三界六道的轮回 就是解脱道 佛法它才讲到解脱道 所以我们修学佛法 最高知道原则 我要寻求无上的解脱境界 大家接触佛法都知道 那佛是所有解脱境界 实法界中最究竟最圆满的境界 再来就是菩萨法界 再来是生问原觉两种圣人的法界 生问就是正阿罗汉 小圣的圣人 原觉也是小圣的境界 不过它是修十二因缘法 正辟之佛国位 这原觉的法界 这叫四圣六凡的前四圣佛菩萨 生问原觉四圣 这四个圣人的法界 这下来是六凡 六凡我们的了 六凡就讲到我们人道 六凡最好的是什么 天道 为什么叫凡 天人天神 乃至于大威神德 他活好几万岁 他有无量的眷属 有很大的力量 掌控了很多的子民 无量的福报 但是他还是要生死 所以他也是凡福 不能入圣位 所以你看乃至于我们台湾社会讲的玉皇大帝 台湾话叫天宫 在佛经叫地势天王 天道 再下来是阿修罗道 阿修罗在佛法称为非天 为什么称他为非天 是天道又不是天道 为什么 阿修罗就是他虽然投生在天界 但是他连个心都有争斗的心 整天打打杀杀的 他在天道 天叫做什么 自在 至高 至清净 至光明 没有挂碍 很快乐 天的种种好的特质 在阿修罗身上很少 为什么 他心里一起称赫 要去哪里打架 他一找一大群 对不对 他常常心里很痛苦 所以又叫非天 再下来就我们了 人道 人道好吗 在学佛以前 我都这么认为 学佛以后 你就会有广义的眼光 看到人道 有很多的不足 还有过患 一个人道的寿命短促 他的凶灾横劫很多 每天都有人 因各种方式 非自愿地 结束他的生命 这我不想死 你就要死 轮到你 有的就是一个一个死去 有的是群体的死去 有的因疾病 有的因战火 有的因饥荒 人道有很多的 轮回中的痛苦过患